在昨天的内容当中 跟大家分享到 执行力的关键 就是我们要能够在 到底要做什么事 跟到底要怎么做它 这两件事情 取得平衡跟并进 如果我们没有去厘清 应该要做什么事 很有可能是瞎忙 但如果我们没有花心思 并且去落实到底要怎么做 那很有可能就是 思想的巨人 行动的诸如 而今天我们要再进一步 进一步是朝哪个部分呢 今天提两个 这两个可以说是概念 也可以说是做法 来帮助你 让你更有效率 第一个部分就是 你有没有先专注在 最重要的事情 这概念在我过去一路以来 我常常强调 尤其在我过好人生学的 线上课程里面 关于怎么样创造 结果的能力的第一条 就是你不只要聚焦 而且你还要再聚焦 那如果回到克里斯丁森 他在执行力的修炼里面 他也提到类似的观点 他说当你尝试做越多 事实上完成的就会越少 要能够让自己有执行力 其实你有没有聚焦在 关键少数的重要目标 这样的放大进原理 这样的集中效应 你才能够把真正重要的事情 给予足够的关注跟资源 让他能够达成具体的效果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很多很厉害的做法 可是你没时间做 你没精力做 他也是白搭嘛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 把你的时间跟精力 放在那些真正核心重要的事 在这里的思考 有时候就要切记一件事 千万不能陷入完美主义的陷阱 不能什么都要做 你要常常问自己 如果现在我只做一件事 那一件事情是什么 其实国外有位专栏作家 叫布鲁克斯 他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 叫做《专注的艺术》里面 他也写到 他说 如果你想要赢得专注力的战争 别尝试对你在资讯万花筒中 发现的琐碎分心事物 说不 而是要尝试能够激起热切 渴望的东西说是 让热切的渴望 排挤掉其余的一切 所以他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什么是你的Must 我想在很多人的人生里 什么事情都想做 什么事情都想尝试 表面上好像是他充满着好奇心 充满着尝试的精神 可是我都会邀请这样的朋友 把自己的心静下来问问自己 你今天想要做这么多事 究竟是出于渴望 还是出于恐惧呢 你害怕自己落后 你害怕自己得到的资讯太少 你害怕自己不如人 所以你把你的时间全部塞满任何的事情 只要是把自己搞得很忙 那就像是我常常在领导公司里面 常常提醒我的员工我的同事 我说你呢 千万不要只是把自己搞得很忙 如果是这样 我还宁可你放假 我还宁可你去休息 你真正厘清什么事情是真正的重点 把那个重点做到底 做到透 做到到位 其他的事情交给别人 分工给别人 外包给别人 你只要在你真正最重要的事情上 不断的凸显你的价值 那么你就是完成了你自己的任务 所以呢 你有聚焦吗 你有把你的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吗 那么如果再继续往下看的话 除了聚焦之外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请你根据领先指标来规划自己的行动 其实呢 在你确认目标之后 你必须要能够去度量你的努力 是否有靠近成功 那么有两个可以用来度量的标准 就是落后指标跟领先指标 落后指标呢 是你最终想改善的事物 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增加你的顾客满意度 而落后指标就是你的顾客满意度的分数 这个叫做结果 其实当你如果只专注在落后指标 也就这些叫做不可变动的结果 它会产生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会来不及改变你的行为 你没有改变你的原因 结果怎么会改变 所以当你看见了落后指标 也就是顾客满意度的分数的时候 那么真正会影响顾客满意度的原因 的一个关键表现点 关键减合点都已经是过去式 你要去改变它们已经都来不及了 然而呢 领先指标是什么 领先指标指的是在落后指标的基础上 去衡量驱动成功的新行为 比如说如果以顾客满意度来说的话 领先指标可能就是在于 你有没有去多增加顾客的接触面 接触点 接触时间 没通电话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让顾客感觉到 及时的回复跟回馈 所以可以这么说 其实所谓的领先指标 就是你要关注在那个起步的点 那个创造任何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所谓的原因就是领先指标 常常我遇到有些业务员 他一直在关注落后指标 就是自己的业绩 但他没有用心在领先指标 叫做他约多少顾客 叫做他花多少时间去了解他的顾客 这些才是领先指标 你要让自己有效率 要让自己的执行力好 你一定要关注的是领先的指标 所以谈到这里 你不妨问问你自己 你有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吗 第二个 你有没有专注在领先的指标 还是你总是在落后的指标 在那结果已经无法改变的部分 在纠结着 在有着情绪呢 希望你能够透过这两天的分享 更有效率地实践你的人生 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 祝福你廉价愉快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那么如果你对于 气垫文化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每一段影片的说明里 都有相关的连结 无论是线上课程 还是实体课程 我都很欢迎你的参与 你的加入 希望在学习的路上 我们一起前进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